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片 今天我們來看看這些獅子的銅板 之前的工作是刑事辯護律師 居住地 柳澤西州 韋恩 寫行A家 A家? A家是怎麼樣的寫行啊? 宗教是無神論者 心理剖析 第一,因壓力而茁壯 行事越困難他就越致力於解決他 擁有六年公社辯護律師的經驗 曾代表許多不同背景與文化的當事人進行行事辯護 結果讓他深入了解犯罪心理學 同時對於犯罪活動、組織與技術都有廣泛的認知 有固執的傾向 比起其他公社辯護律師更少接受認罪協議 比起妥協更傾向於對抗 對客戶的信心經常用來當作解釋這種態度的理由 是這種才能 是這種才能但也是個危機 偶爾會有超過必要舉動的傾向 即使可能有衝突性更低的解決方案 天后直接的解決方案 就是...打死對不對 對 麥克特魯多 姓氏特魯多 名字麥克 29歲 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紐阿良 之前是做職業撲克玩家 太特別了吧 住在紐約州布魯克林區 我們來的地方耶 野行是逼減 不可知論者 宗教是不可知論者 對 輕力剖析 還同時為西洋齊天才 以田徑獎學金進入渡南大學賓獲得學位 幫主修物理與賽局理論 感覺好特別喔 在財經部門工作5年之後 離職成為職業撲克玩家 才贏得8個公開賽 靠著高風險的私人比賽為生 靠風險成功並受競爭驅策 然而他對刺激的渴求不代表 他會有魯莽的行為 他總是仔細地計算機率 只有在機率對他有利時才會冒險 當優勢出現時會無情地把握住優勢 是策略大師以及解讀他人動機和意圖的專家 身為一名大學實相全能的前任選手 他的身體條件也相當傑出 是策略大師 拉馬庫斯亨利 年齡27歲 出生在加州洛杉磯 之前是做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 現在住在紐約州紐約市 寫行是歐 宗教不虔誠的敬禮教友 親力剖析 在洛杉磯中南部任職的前警官 為了對付街頭幫派部隊的一員 為對付街頭幫派部隊的一員 街頭經驗讓他的學術研究 帶來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性 與洛杉磯大學取得人類學學士學位 並與伯克萊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 博士論文為調查市區街頭幫派的社會組織 身為一個犯罪行為的專家 可為國土戰略局帶來非常寶貴的專家意見 擔任警官的經驗讓他擁有 出色的狀況意識能力 知道如何化解暴力 或在情況需要時 也懂得以暴制暴 然而同情並了解犯罪次文化 可能是把雙面認 又是警察又是大學教授 然後又是特工 各個身懷絕技 愛麗若詹金斯 32歲 出生在德國 哇德國欸 德斯圖加特 前一份工作是聯合國翻譯員 居住在紐約捷克森大樓 寫行歐減 宗教是路德教派 父親為住宅在德國的軍人 母親為德國人 在基地出生 由於父親經常搬家 是典型在軍中成長的孩子 無論他們到何處他都學會當地的語言 高中畢業時已經可以流利說八國語言 大學在柏納德就讀 畢業後進入國際固案公司就職 檢舉他雇主提議的案盤交易 亦以發言員的身份 進入聯合國工作 非常內向 偏好單獨一人的嗜好 如攀岩及武術 結果一次婚 已離婚六年 不輕易相信他人 對同事不會感情用事 外盡可能避免衝突 但若被逼會保護自己 細心有條理 相較於解決問題 比較喜歡觀察 傑羅姆諾頓 28歲 出生在紐約州史坦頓的 之前做水管工 居住在紐約州史坦頓的 寫行逼家 宗教是天主教 陸進死於911事件的首播應變人員 三年後入伍 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舉起首學校成績優異 並因在伊朗服役過班迎新勳章 執行時受過兩次殺 但很快又回到戰場上 渡過平民生活 過度 過度懷平民生活 遇到困難 回到美國後 依序9集方愛治安 被逮捕兩次 當家人引領他成為水管工會學徒後 終於有所突破 從那時起便替城市計畫工作 開始工作後即戒9 很明顯地想念軍隊中的同胞情誼 宣稱他並不想念作戰 但似乎有點猶豫 對於是非最初有很強烈的觀感 對於道德的複雜性沒有什麼餘地 相信榮與責任 但面對需要彈性的狀況 可能會有所掙扎 那 太陽好像出來了 但我的字變得有一點不太清楚 我們換個地方好了 這邊應該還好 除了 進去 進去 柴衣查維茲 33歲 出生在德州拉雷多 前一份工作是新聞社裡記者 居住在紐澤西州霍伯肯 寫行兵 宗教是天主教 经验丰富了摄影师 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紧急事件现场与战乱地区 曾采访过犯罪天灾革命与战争 就见我而言很难令他心生胆怯 我觉得还那个右眼 黑黑的一圈 有点像GTA的人被打到过之后留下来的血迹 在拍摄卡翠娜风灾暴倒的期间 依旧了一位溺水的小孩儿伙伴路易斯·安娜州荣誉勋章 分别于伊拉克和恶利·垂雅被绑架过两次 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依旧能保持冷静 无论任何状况都不会陷入恐慌 可能为了交际而使用过大麻及营酒 也有一次酒驾起诉的记录 被撤销 能驾驶任何种类的车辆 也可能已在任务中这样做过 对冒险不会犹豫 为了攀设报道可以非常冲动 且愿意冒险 任用它后应该也是一样 不会让它冒险 只会自己涉险 哇 这个阵眼已经太模糊了吧 整个都烂掉了 前面的最起码 被我稍微沾血 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它了 吉娜艾斯特曼 27岁 出生在波多里格庞赛 之前做保镖 居住在纽约州东哈莱姆 前行AB宗教天主教 曾经为教师 基金人士社会工作者及护理师 曾在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 度过5年 与穷人一起工作 与吴国界医生工作后 在东哈莱姆经营一间诊所 将自己奉献于帮助年轻人 病患于老年人 欺养虔诚并提倡非暴力 但自我防卫有时是正当的 并拒绝被欺压 也擅长使用手枪 并移得地方 接头帮派的尊敬 目前帮派替他的诊所提供非正规保存 有人指控他提供帮派毒品 但他因此遭到调查但被驳回 透过个人魅力领导致力于和平与照顾他的兵人 这可被视为一个缺点 但他非常保护在他教管之下的人们 应该不会成为任用他的问题 派伯吉布森 29岁 出生地纽约州 斯卡斯戴尔 之前是做创伤外科医师 居住在纽约州纽约市 邪行欧家 新教徒 斯利长村的名校出生 住在南布朗克斯一年后 转至急救医疗救护 即使在被攻击的状况下 依旧能保持冷静 治疗过的枪伤 比城里任何一个医生都还多 天津的治疗技术 在之后被军队采用 好厉害 会说西语和法语 精通以色列搏击防卫 并在多期诊瘤 市冲突中照顾好自己 预计升天到更多行政工作的职位 以确保他能在急诊服务 在保护病患时毫无保留 曾经走出封锁线 替病患拿取资源 偶尔会展现一定程度的权力意识 期望能在他想要某些东西时 就能得到 但不太能接受令人失望的事 因为熟练观导体系与政治内斗 诺然成一度杂鲁 他会不会去竞选公子 我们今天的策工就看到 诶 再看两个好了 雷 雷 雷蒙德 阿维斯 为什么坏了两个雷 他感觉好像雷雷蒙德 哎呦 撞到了 他14岁田纳西州 曼菲斯 之前是做网络安全顾问 居住在康乃迪赫州斯坦福 血型A家 无神乱者 17岁时母亲因乳癌过世后成为孤儿 不久便辍学 显现典型的强迫症症状 根据记录制上为186 好高哦 在白帽骇客社群里达到 几近传奇的地位 如果没有挑战性 很快就会觉得无聊 不会因为金钱或其他典型的坏弱而动摇 对于他可 发挥 技术的任务更感兴趣 可在脑中处理大量数据 21岁还进了两个跨国企业 因证据不足 未被起诉 还宣称自己将所有所得捐给慈善事业 是著名的网络隐私专家 并担任网络安全顾问 持有深切的反独裁观点 且乐于让政府停摆 使用后门进入消费者交流网站 跑马拉松维持身形身体状态的标准 应该不会成为任用他的问题 安吉拉良 31岁 出生在雅历桑那州凤凰城 之前是做机械工程师 居住在纽泽西州 泽西市 解行欧减 天主教 从小获得高度成就 拥有史丹佛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是机器人技术方面的专家 同时也替有特殊需求的人使用机器人 同时也是替有特殊需求的人使用机器人的先驱 他也是个能够打造或修复 几乎所有东西的机械天才 安静不多话 但有强烈的组件且不轻易动摇 他的父亲是前奥运拳击选手 从他7岁开始便训练他 他持续训练 并在最近 拿到巴西柔树的黑带 奔发奋图强 零力充沛且自负 可升任单独作业 但也能顺利领导一个团队 他是一个强迫性的问题解决者 不太喜欢愚蠢的事 只要注意的是 他会对跟不上的下属很苛刻 如果他觉得权威得来实至名归 那他就会尊重权威 那今天的特攻情报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得最新影片的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